县政府连续两年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行人穿越路口安全改善计划 尤其是针对学区周边的道路来进行改善 建构学童安全的上下学步行空间 今年总共争取中央补助款1453万 加上县府的配合款276万元 积极办理罗东镇复兴路四处 元三乡惠民路有四处 东三乡复农路四处 总计12处的交通安全改善工程 特别挑选了学区周边 包括有竹林国小 深沟国小 五渊国小周边 透过路口的道路改善工程 建构学童步行的安全空间 原先政府每年编了200万 就是路口非常危险的地方 那我们总共60个处 60个地方 那现在已经做了48个地方 现在还有12个地方我们继续会在努力的 然后呢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 那我们呢就是向中央争取了2466万 那原先政府出了466万 希望呢能够呢改善了这个道路的交通 县府连续两年争取中央补助金费办理行人 穿越路口安全改善计划 总共争取中央补助款有2453万元 配合县府现款的编列466万元 办理东三乡 五节乡 罗东镇 元三乡 共26处的交通安全改善工程 以增加血统以及行人 步行通过路口的安全性 伊兰新闻记者徐世民采访报导